爸爸去哪儿舞已经开播 本期嘉宾有陈小川复习 渡江复习 无分于儿子女儿 网友一直期待着甜心和咱俩亮 这对妇女却不尽踪影 当初年仅三岁的甜心和爸爸咱俩亮 一起参加爸爸回来了 平时超小的语言天赋 以及彼之一格的幽默感 权分无数 被众的网友称为开心果 很多网友一直盼望着 在爸爸去哪儿舞上 看到咱俩亮妇女的身影 然而网友们都失望了 这对妇女并没有参加 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江南亮早已给出了答案 两年前六周晚这一秀 爸爸回来了之后 江南亮就曾表示 下一季看年份 天心要上学 有一个正常的成长历程 就是最重要的 江南亮的话听起来很心酸 一开始江南亮带天心参加 爸爸回来时 天心一直被一些献胖侠 叹息丑 甚至还有一些心理有趣的 网友要脚鬼进行俗诈 但身为父亲的江南亮 和李小鹿很是心疼 古早的把海西带到镜头前 海西门免不了 会承受一些能力肺育 影响海西的成长和心理健康 还不如让海西所正常的环境下成长 等他三观基本 确定的是 将海西自己选择自己要怎么咯 好 好 感谢观看